陶渊市长郑文灿宣布 机场决运会在过年后元宵前提供试营运 让民众免费试程 交通部完成了营运许可之后 陶杰就准备通车了 那不过过年前我们都在锦罗密鼓的准备 第一个月团体试程跟自由试程 那是免费的 那第二个月五折来通车 那我们希望这条路线能够让国际机场 连外更方便到首都台北35分钟 到高铁桃源站只有10分钟 可以让国际旅客有更好的选择 那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让北北桃通勤族很方便 观光旅游也可以做这条路线 前两周会先实行团体预约 在自由试程两周 并且控管人潮避免拥挤 团体预约每天提供早上8点到下午4点 开放245班次试程 是营运一个月后正式通车 机场监运上个月完成旅刊 旅刊委员会共提出40亿项改善措施 当中包括8项 营运前应改善事项 郑文燦表示 这8项改善缺失已在收尾阶段 完成后送交通部核定 预计过年前会拿到营运许可 检广记者 傅宁龙台北报导 作3项宁龙台北报导